儿子 今天的天气怎么那么热呀 是啊 妈 开着空庭啊 还是赶去吃 要不你出去 给妈买块雪糕吧 行啊 妈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 我去给你买 那就买个红豆味的吧 我喜欢吃那个红豆味的 特别好吃 是妈 那你要买雪糕的话 你帮我带一个 我要绿豆味的 你也要吃啊 我说涛涛 你能不能吃雪糕呀 我怎么不能吃雪糕啊 你不知道 吃雪糕那是凉的 对生理不好 容易公寒 你不能吃 啊 那我要是不能吃雪糕 对吧 那你烧个西瓜吧 我吃西瓜 还吃西瓜 西瓜你也不能吃 啊 那西瓜又不凉 我怎么就不能吃了 我知道西瓜不凉 不过 吃了对生理没好处 你自己的生理是没心话 你自己的生理不清楚呀 给我儿子都建议几年了 到现在 连个孩子都怀不上 敢吃西瓜吗 那 那我吃什么呀 你喝开水 吃完就行了 啊 那这天这么热 我要是再喝开水 那谁能喝得下去啊 你喝不下去 你不喝 真宝 雪糕呀 不去买了 气得气饱了 不吃了 妈 妈 你说妈也真是的 吃个雪糕都不让 我看你事多吧 把我妈都气走了 你说说你 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 还吃西瓜 吃雪糕 你那嘴 能不能不那么馋呀 什么 真宝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再说了 这生不了孩子 又不是一个人的事 你怎么能全赖我呢 不怪你 你什么意思 还能怪我呀 怎么没有可能 行了 那么多吃啊 气都气死 出去 去买条鱼去 买什么鱼啊 买什么鱼 咱妈爱吃鱼 好好给咱妈道个歉 咱妈都生气了 那外面天这么热 三四十度的 我不想去 桃桃 你说什么 你不想去 你这不想去 那不想去 你想干什么呀 我 可是 这天这么热 我怎么去啊 怎么去 为什么胡子要去 快点 我知道了 那我去还不行吗 真是 还惹得我妈生气了 不知道怎么想 好了 你怎么回事呀 快在这睡觉 那衣服洗了吗 我那衣服还没洗啊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等我好了 我再给你洗 你就装吧 身体不舒服 我就是来 天津能摸热 你知不知道那衣服 放映天啊 它就有味了 赶赶去洗 妈 妈 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要不 你还是自己去洗吧 那要是什么活 都让我自己干 我们家还屈你干嘛呀 那我下到这里 我又不是给你们家当保护的 那也不能什么活都让我干吧 好呀 桃桃 你现在搞鬼事了 挺会丢嘴的 谁给你来 谁给你来 听我丢嘴啊 你干什么呀 我今天 你说干什么呀 不是 你说干什么 别打我了 我这样子不舒服 我让你给我盯嘴 妈 你别打了 我让你盯嘴 妈 我让你抓 别打了 我现在肚子疼 我让你打了 我快一手抓 桃桃 桃桃 哎 桃桃 怎么回事啊 喂 120呢 小子 怎么回事啊 哎哟 妈 你说你怎么能动手打她呢 儿子 我也不知道他怀孕啊 你看我一回来 他在这睡觉呢 我让他去洗衣服 他就给我盯嘴 我一气之下 我就等着 我就动手打了他 你说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什么时候怀到孕啊 我都不知道 这下可好 把孩子给打掉了 是啊 儿子 这事我也不知道呀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也不会打他的 这顺气的呀 也怪他 那自己怀孕了 都不知道呀 也是 也不跟他们说一声 妈 这怎么办呀 那还能怎么办呀 大不了等他出院了 这出来一辈子 把身体养好 他一高一个呗 不怕怎么说 总算 他现在知道 他能怀孕了 可是桃桃他爸妈 现在 连让我见他都不让见 也不让我照顾他 儿子 不让他照顾他正好 让他妈照顾他呗 等他出了月子 他还能不回来 他还是不回来的话 他都不能一直住他娘家吧 妈 就不会 他有别的想法吗 儿子 你放心吧 他不会的 出来这一个月 他自己 快快的就会回来了 真 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了 那行 妈 那我都推你了 好 儿子 你看 你已经可以饿了 妈就给你做点干事 那行 你还没办法吗 上 上 好好好 我说儿子 你到现在 他并没有心情 在这玩手机呀 怎么了妈 这一个月都过去了 你给桃桃打个电话 看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都一个月了吗 怎么这么快呀 妈 我前段时间 给桃桃打电话了 桃桃不接我电话 我后来给他爸妈也打了 他爸妈也给我挂了 给他打什么打呀 怎么不打呢 这桃桃不回来 你都不知道 这一个月 可把我累坏了 这家里洗衣服做饭 什么话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 你也不帮我 再让他回来 好看家务好吗 是啊 我把这馋给忘了 最近啊都是你干家务 你肯定流汗了 桃桃 桃桃我打不来了 你快接 好 喂桃桃 喂这爸 你在哪呢 啊在家呢 行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回去 你回来是不是 那行 我和妈在家等着你 咱们回来吧 儿子 我怎么说的 他自己会回来的 别说 你说的还真对 自己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好 那我完美收拾了 不收拾了 等他回来再收拾 对了妈 那个桃桃回来之后 你呀 这两天说话好听点 先让妈在咱们家住下 等过两天 他要是做的不好 你再闯他 这两天 先上着他 毕竟前段时间 你做的太过分了 好儿子 我知道了 那行 安达等着他吧 桃桃回来的 快坐 快坐 桃桃 你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是啊桃桃 你回来的时候 怎么不让孙毛去接你呀 接什么接呀 我可老家不起 还有 你们呀 也别假惊惊的了 谁不造谁呀 桃桃 我妈怎么说 回来就好 这一个月 你也不在家了 你都不知道 这是干家务活 然后累的不行 今天你好好歇歇 明天呀 你把家里的卫生 打扫一下 妈 你也知道 这做家务累呀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 还想让我在这个家 继续照顾你呀 哎 桃桃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是啊 你说什么意思啊 意思还不够明白吗 我要回你离婚 什么 桃桃 这好好的离什么婚呀 是啊 桃桃 你 你在你娘家一个月 是不是长美式了 要给我儿子离婚呢 好好的 孙宝 你怎么又好意思说的呀 一个月以前 发生什么事 你们怕不是忘了吗 你们把我孩子都给打掉了 怎么啊 桃桃 还怪我们呀 人要怪 就要怪你自己 你怀孕呢 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再说了 你要是坏了什么女孩 不掉 我还要打掉呢 你们家有皇后要继承吗 还只要儿子不要闺女 桃桃 你这一回来就阴阳外系的 干嘛呀 干什么 那行 我现在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 就是跟你儿子离婚呢 这是离婚协议 自我已经签好了 只能你签字了 桃桃 你这是干嘛呀 你还真离婚呀 怎么 我不给你真离婚 我还给你嫁离婚呀 儿子 咱和他离 离家婚姻过 咱这什么好的 行 找个好的是吧 我走之前 送你们一人一份大礼 这一巴掌 我是替我儿子打的 你把他打掉了 你得为他付出代价 你 妈 你没事吧 你怎么能打妈呢 我打他怎么了 他有你 你个妈宝男 我告诉你 你这人啊 一辈子就不会结婚 给你妈过一辈子去吧 还有 这个 是我的流产记录 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也搬出来看看 妈 这都怪你 现在 桃桃跟我离婚了 孩子我也没了 怎么能怪我呢 儿子 你瞧瞧他那个样子 这次回来 他就是找事的 不说他了 以后咱再找个好的 人 没儿子 不要拿过